俄方刚宣布萨尔玛特投入战备直勤 美军随即进行民兵三洲际导弹发射试验 同日 俄护卫舰搭载告石进入大西洋巡航 俄罗斯不仅有萨尔玛特导弹 可以在美国温土形成强大的威慑能力 同时在海上还有一把短刀 形成近距离威慑效果 美国务卿布林肯突访基辅 俄军轰炸机表面铺轮胎的战术 引发美媒关注 俄乌在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拉锯 凸显双方怎样的战略考量 一方是要打破 另一方是要阻击 所以这个态势我想恐怕 也没有乌韩想象的那么简单 乌方建称俄乌人机在罗马尼亚境内坠落 罗媒称乌方或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敏感事态是否会失控 北约是否会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李伟 近日五角大楼通报称 美国完成了一次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实验 与此同时 俄军护卫舰携带告尸导弹 进入大西洋水域 将展开一系列作战演练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五角大楼消息 美军于当地时间9月6号 在加州范登堡基地进行了一次 未搭载弹头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实验 美方解释称 此次导弹测试是常规的 以提前通知俄方 目的是检查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的 有效性和准确性 据悉 民兵3是美军现役唯一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此前俄方称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 已在9月1号投入战备执勤 就在美军试射民兵3的同一天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 搭载有高时高超音速导弹的 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 已进入大西洋水域 并将进行一系列作战演练 此外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 美太空军主导的陈末巴克军事卫星组 于近期发射升空 此举使得太空战争离现实更近了一步 报道称 该卫星组的主要任务 是监视太空关键区域 随时了解卫星运行情况 以及哪些可能构成威胁 美太空系统司令部司令盖特林中将宣称 该项目将让美国潜在对手知道 美军正在密切关注地球同步轨道上 发生的事情 那么 在俄美相继在洲际弹道导弹上的争锋 反映了俄美对抗的什么态势 携带告时的俄舰在大西洋的巡航 又将如何发挥威慑作用 美国军事卫星计划 对太空开发又构成哪些威胁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欢迎两位专家 请教杜先生 俄罗斯宣布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 进入值班之后 美国随即就宣称 进行民兵三的试射 这是为什么 可能有这样几个意图 首先这枚导弹是给俄罗斯看 萨尔玛特9月1号投入战备值班 几天以后 美国马上进行民兵三导弹的试验 说明针锋相对 大国竞争的核心底牌 就是战略打击能力 如果能够把陆基战略 洲际战略导弹 在短时间内进行先后试射 表明它与俄罗斯的针锋相对 目前还在持续 也说明在陆上战略和威慑 打击能力方面 美国并不落后 第二是再给美国看 因为美国的民兵三导弹 到现在已经服役了50年 再加上哨兵导弹的服役时间 一再延缓 所以通过这个点 可以让美国感受到 在陆基战略威慑和打击能力方面 已经严重落后于螺丝 必须要给钱 必须要增加经费 这样美国才会有所发展 另外很显然是给中国或者是朝鲜看 目前大国竞争 美国正在极力地推进印太战略 特别是在半岛方向 延伸和保护正在快速推进 这个状态下如果在亚太展示自己多层次的核作战能力 实际上要显示自己在亚太地区 所谓军事战略要向前快速推出一步 所以一枚导弹可以起到多重效果 请教李女士 俄美这种在战略导弹领域的针锋相对 体现出的是怎样一种对抗态势 我想一个重要的一个迹象 就是双方现在从战场的博弈 更多的也向战略武器这个空间的对抗和竞争关系在蔓延 因为从现在来看 特别是在去年8月8号 俄罗斯宣布暂停执行新一段的削减进行战略体条约之后 那么后续应该说双方围绕着整个核武器未来的走向 它是存在着比较大的 我觉得一个不确定的 而且它有一个细节 它这次仍然通报了这个核武器 它整个的弹道和发射时间 这个实际上就是在双方达成在新一段削减 精细上的条约之间 它是规定的 就是现在虽然说你俄罗斯可以单方面的宣布暂停 但是双方在大的核武器的试射方面 它是需要仍然保持沟通的 原因是为了避免核武判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反映出在当下 虽然有一个管道在暂停 但是在更敏感的管道 双方是保持接触的 那么第二个层面 我觉得它上的也是为布林肯到基辅去 它在做一个宣传公式上的策略 因为本身这个核武器的试射 它到底是提前两天还是退后两天 这个完全可以按美国例行的安排来进行 那么现在它当然要选择 这样一个高调的过程当中 来展现美国以比较强大的这样一个核态势 那么来彰显自己 对于目前整个世界的核能力的方面的展现 也包括对于目前俄乌态势的 美国自己认为的志在必得 请教杜先生 就在美国试射民兵三的同一天 俄罗斯就宣布搭载告石导弹的 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进入大西洋 那么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目前俄罗斯超高声速武器装备和舰艇的组合 在美国周边的活动是常态化 俄罗斯的态度很明确 通过这枚导弹可以显示超强的对岸打击能力 因为这枚导弹无论是射程威力 包括突方效果 美国目前航空编队的多层次防空体系 没有太大的用途 它可以把所有的防线全部突破 另外美国本土针对这种低空弹道 也没有太好的防御方法 甚至连侦察预警都会变成天大的难题 所以这个角度去分析 俄罗斯不仅有萨马特导弹 可以在美国本土形成强大的威慑能力和作战能力 同时在海上还有一把短刀 形成近距离威慑效果 俄罗斯与美国大国竞争 俄罗斯认为自己的手段很多 除了可以用人类历史上最重的导弹 威力最强的导弹 对美国本土包括北约国家 进行顶级战略核威慑之外 那么常规武器装备 特别是那些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常规武器 在周边的活动 也可以让美国航母编队 包括沿岸目标受到重大威胁 请教李女士 现在我们了解到 在美国的太空军正在同步进行着 所谓沉默巴克卫星组的发射 有外媒评价 说这样做的结果会增加太空战争的风险 您怎么看 我想这次沉默巴克 它到底是怎么定位 它将来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很可能它就是在地球同步轨道 就是距地表三万六千公里高的 这个地球同步轨道上 那么布设这样一套卫星组 它最终要达成的 我想一个就是 当然是天对地的侦查和探测 但是更重要的 它可能是对于载轨的卫星进行的监控 所以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监视卫星的卫星 这个定位我觉得下部还需要通过 不断地后续的它这个计划 我们可以看到更清晰 那么第二个层面 就是这次沉默巴克 它的定位和我们过去所熟悉的 美军这几年构建的 这个低轨卫星星座 它是有本质区别的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一套星座 它特别是因为低轨道 它从战术这个层面来讲 它的使用性更好 原始在于 它的从访的周期会比较快 包括这个通信性 它会更加实实 但是它还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这个高度 就是地球同步轨道 原始在于 在这个高度上 布放的所有的卫星 它针对于地表上的任何一点 相对是静止的 所以这个好处 大家知道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我通过在不同的 高度的这个角度 布放不同的卫星 可以形成对于全球 所有热点地区的 连续不断的掌控 所以我是认为 它现在对整个 美国太空军的 这个职能板块 做了些切割 美国太空军负责的 就是这个高轨的 也就是三万六千 地球同步轨道这个卫星 它的运行 而在低轨部分 它是交给私企 做外包的处理 那么这样一种嫁接 它就使得 美国太空军 能够在战时获得 源不断的战术信息 和战略信息 我们再将视线 转向俄乌冲突 俄乌双方在多个方向 继续争夺 其中在扎波罗热的 战斗尤为激烈 就在此时 美国国务卿造访基辅 防务新观察 稍后继续 据俄媒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古5号表示 在俄乌的军事接触线上 目前扎波罗热方向的 战事最为紧张 报道称 俄军利用炮火和重型火焰喷射器 击退了乌军对上述地区 发动的多次袭击 当地时间6号 美国国务卿造访基辅 乌克兰媒体报道称 布林肯此行 除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会晤了解反攻情况 并为本月晚些时候 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协调立场外 还宣布向乌提供 超过10亿美元的新一批援助 另据美媒报道 卫星图像显示 在距离俄乌边境700公里的 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内 图95战略轰炸机的机身表面 被汽车轮胎所覆盖 对此 西方分析人士进行了多种猜测 多数认为 是为了避免遭到无人机的探测和袭击 近来 乌方多次声称 通过无人机袭击并摧毁俄军机 上月19号和20号 乌克兰无人机 接连袭击俄诺夫哥罗德地区 和卢卡加州的空军基地 摧毁两架图22M3超音速远程轰炸机 31号 乌军再次对俄境内 普斯科夫州军用机场发动攻击 据称导致4架1276运输机受损 近日 乌克兰安全局前局长披露 乌方早已设立了专门的暗杀小组 负责消灭所谓与俄罗斯的合作者 报道称 该组织最早于2015年开始行动 与顿巴斯地区针对亲俄武装的 多起暗杀和袭击事件有关 并可能组织实施了2022年10月 对克里米亚大桥的袭击 报道还称 在俄乌冲突中 已有数十人成为暗杀行动的目标 对此 俄方也指责乌克兰安全部门 需要被俄境内及起暗杀事件负责 并批评西方国家 对乌克兰此类行动视而不见 那么 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的激烈争夺 将如何影响 俄乌冲突整体的走向 俄军在图九五战略轰炸机上 铺设大量轮胎到底有何玄机 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请教李女士 近期俄乌双方一直在扎波罗热 这个方向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那么双方在这个位置的争夺 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 应该说这个地方胶着 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了 而且现在双方对于 整个在一线的推进认定 是相当不一样的 当然我现在看到 特别是最近乌克兰一方 明确地讲自己已经接近 扎波罗热方向的二道防线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想那有没有可能 就是当下为什么布林肯去访问乌克兰 也是找到了这样一个时机 就是有没有可能在 随着这么长时间的探索 是不是摸到了一些一线的 俄军的一些整个在设置上 包括嵌豪 包括三道防线的一些弱点 所以现在你看到 它是在整个扎波罗热方向的 两个方向上取得突破 那么如果是这样 它们能够相互侧应的话 将来在这个方向形成突破 它的好处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我们知道 从这个方向 如果说一旦能够打到 目前这个黑海岩 比如说像 米里托波尔这个方向 那么它上的相当于 就是在克里米亚 半岛的两侧出现一个割裂 如果出现断裂以后 那么它就可以把它的兵力 做相关的一个分散部署 那么在两个方向上取得突破 这个比目前整个 做一个板块突进 它要更加我觉得容易一些 所以现在整个在一线的 扎波尔方向 它是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但是它的难度 我想说的是仍然很大 因为我们看到 最新的这次挑战者2坦克 它不是出现了 最新的一个损坏 如果在这个方向 那么西方援助的主战坦克 仍然会遭到这样大的打击 说明俄方也在加大 对这个方向的调整 我看这两天 包括它的空降兵 包括58集团军的 很多的优势部队 也投向这个方向 所以一方是要打破 另一方是要阻击 所以这个态势 我想恐怕也没有 乌韩想象的那么简单 请教杜先生 上一次布林肯访问基辅的时候 正好是乌军 正在哈尔科夫州进行反攻 那么这一次到访 针对性是什么 目的又是什么 这次访问的时间 和这个时机也相对敏感 至少有三个考虑 首先是给乌军打击 因为反攻四个月 从春季反攻 已经到了秋季反攻 但目前在个别方向上 取得一定成果 特别是在克里米亚方向 无论是无人机 无人艇的袭击行动 有一些战果 另外在俄罗斯境内 对机场的袭击行动 也取得比较大的战果 这个状态下 如果布林肯到达基辅 新型武器装备的援助 随后叫道 这个状态下会对乌军 不同作战方向的反攻 起到激励效果 第二是给西方国家打烊 我们目前看西方国家 包括北欧国家 对于乌克兰支持属于疲惫状态 像之前很多国家说 武器库见底拉 资金援助也是囊中羞涩 那么这个状态下 如果美国给钱 给装备 给技术 其他国家 也会把自己的 不同要素的组合 在乌克兰显示能力 第三是给俄罗斯打击 像最近 无人机从境内起飞 对700公里之外的目标 发动打击 而且造成了127度的损毁 而且目前 在俄罗斯境内 大机场 战略目标 岌岌可危 这个状态下 如果美国持续地提供 特战部队的引导 武器装备的支持 作战技术的保障 以及情报等 其他要素的提供 这样对俄罗斯 进入目标打击能力 将会有跃升 所以这种访问 可以一见算调 接下来想请教两位 我们在卫星图片上看到 俄罗斯的轰炸机 机身外部铺满了轮胎 那么这样做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真的 就像外界所传的那样 它可以抵抗住 无人机的侦察和袭击 林女士 我想这是一种探索 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恐怕还是需要 实践数据的检验 比如说我们知道 现在所有的雷达 这种探测 它是需要整个金属 表面做反射的 那有没有可能呢 就是我在雷达探测的时候 因为它表面的轮胎 那么造成一定的 反射的不均衡 使得这个效果 就是探测和侦察效果 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障碍 我觉得首先呢 可能是从这个角度 那么第二个角度呢 就是说它作为 红外特征来讲 能不能降低一部分 这个大型的 战略轰炸机的红外特征 它上海是要通过 实际的后续的 乌克兰对于这个机场 打击行动的时候 出现 有没有出现一些改变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说它能不能做一些 有可能在无人机攻击的时候呢 它做一个损耗处理 你像无人机来讲 它本身个头并不大 那么它在俯冲攻击的时候 在弹片爆炸的时候 那有没有可能 我就做一个最后末端的处理 就是你已经打到了我的机身上 然后我给你造成一定的缓冲 同时呢 你的破片不至于对于 战略轰炸机的 较大的机身形成破坏 就这些呢 我觉得可能都是它 目前想要达到的效果 但是真正它实际的 运用的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 一线战场的数据做检测 杜先生 您的观点 这种掩护方式和欺骗方式 对目前的无人机袭击 不会起到太好的作用 虽然很古老 之前有用 你像在科索沃作战行动中 为了防止美国人 这个红外制导武器装备的打击 它做了很多假目标 要升个炉子 搞个烟筒 如果从上面看 就像这个坦克 发动机没有熄火 82年马岛海战 为了防止火石轰炸机 对阿克廷军用机场的攻击 它也在跑道上放了好多轮胎 那一看就是被轰炸过的痕迹 所以通过这种 这个引针试甲 欺骗 目视 侦察 也起到一定作用 如果在战略轰炸机上 放满轮胎 防备无人机的攻击 目前看的效果并不大 您首先呢 这个从卫星照片显示 图95的机头和水平尾翼 依然是空白状态 无人机的袭击 不需要太大的这个点位 只要有个点可以攻击 就可以造成损毁 再加上目前无人机的攻击 它采取的是目视的 这种攻击方式 目标影像逐渐清晰 如果有轮胎 可以转变这个攻击点位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呢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防住那些 正好打在轮胎上的 无人机的攻击 但是也要看攻击速度 弹头性质 包括杀声效果 所以目前要想通过轮胎 百分之百的防住战略轰炸机 目前看呢 这个可能性相对较低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乌克兰周边 近日 乌方称 一架俄罗斯无人机 在罗马尼亚境内坠毁爆炸 9月4号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 乌方有证据显示 俄军当天凌晨 对多脑河上的乌克兰港口设施 发动了大规模空袭 有俄军无人机 在罗马尼亚境内坠毁并爆炸 还发布了一张显示多脑河 对岸爆炸火光的照片 不过 这一说法随即遭到 罗马尼亚方面的否认 罗马尼亚总统5号强调 没有任何飞机残骸和无人机 或者其他飞行器 落在该国境内 但他同时强调 针对乌克兰的打击 距离罗马尼亚边境线非常近 最近的袭击 一度距离边境仅800米 鉴于罗马尼亚 北约成员国的身份 该消息再次引发 对俄乌冲突外溢的担忧 但罗马尼亚政府6号改口称 在罗乌边境发现有无人机残骸 推测是 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港口时 坠落在该国境内 罗马尼亚媒体表示 乌方屡次发布 关于俄无人机 似乎在罗马尼亚境内坠毁的消息 是企图借助罗马尼亚 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 挑起冲突 并称 乌方或想借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来掩盖所谓反攻的失败 另据外媒报道 自9月9号起 德国海军将在波罗的海 主导一项多国演习 演习区域划定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附近海域 并以俄乌冲突为背景 演练应对北约在东北裔 可能遭到的袭击 并在波罗的海水域 加强北约海军态势 那么乌方坚称 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落 罗马尼亚明确否认又改口 反映了什么问题 敏感时刻 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脆弱屏障 是否会被打破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请教杜先生 乌克兰发布这个消息之后 罗马尼亚马上就一语否认 说没有 没有坠落在我的领土 那么罗马尼亚也是北约国家 那么这样的情景 体现出来像罗马尼亚 这样的北约国家 对于俄乌冲突的 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一架无人机的残骸 驻落之后 乌克兰和北约国家 态度特别不一样 温差很高 两个问题 说明北约国家两种心态 第一担忧 如果欧冲突跟自己毫无关联 这个状态下 转换成跟自己很有关联 他不愿意看到 所以这些国家 普遍对欧冲突外议 保持高度警惕 所以对那些容易引发冲突的事件 现在有可能会采取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态度 第二是躲避 即使打到我的这个领土 或者是出现其他的意外行动 如果通过大事化小 小事化疗 可以直接避免与俄罗斯的对抗 因为毕竟这些国家 水量 能力 包括作战水平 与俄罗斯有重大差距 所以谁也不想当第二个乌克兰 所以目前看 在乌克兰和周边北约国家 对俄罗斯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乌克兰认为 事越大也好 参战国越多也好 这个状态下 可以通过所谓的组团攻击 让俄罗斯有更多敌人 更多对手 分散在乌克兰的作战能力 但周边国家认为 仗是你们俩在打 如果我加入其中 我成为战争一方 那么受到危害的是我 所以北约国家心态很复杂 请教李女士 乌克兰就是坚称 俄罗斯的这架无人机 就是坠落在了罗马尼亚的领土 您怎么看 我觉得双方还是存在很大的温差的 这个原因很清楚 因为乌克兰一方 他现在确实需要更多的北约国家 那么能够真正地卷入到战争当中的进程 所以现在双方 为什么这个温差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是因为乌克兰一方 他讲他有证据 你看他那个外长讲 他说我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目前这个无人机 就是调到罗马尼亚境内的 但是罗马尼亚的表达 同样非常明确 他那个外长也是这样讲的 他说我目前领海和领空 没有受到任何的如此的威胁 我觉得这个他表达的就更清楚 就是你所认定的 你觉得这个证据 在我这儿我没有看见 所以我觉得这个温差就显示出 罗马尼亚当然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不能卷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理环境 罗马尼亚它是黑海沿岸国家 而且它本身是北约东线国家 现在是北约整个体系的 加大了对于罗马尼亚的 整个的军事实力的扶持 因为在它的境内 不仅有美国这个 遥疗空中突击师在这部署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是有MQ-9的无人侦察机中队的 同时它作为北约框架下 前华越国家里面 它有六个前进主义中心 罗马尼亚是其中一个 它已经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它没有必要卷进去 和俄乌冲突的一线 它如果做出了表态 比如说确实这个无人机 就是掉到我的境内了 那就相当于 它就确认了这个实施以后 那后续是不是要启动 北约防御的第五条 集体防御 而且北约其他国家怎么讲 包括罗马尼亚自身的利益 它能不能得到保全 我觉得这个它都是需要 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考虑的 请教杜先生 结合罗马尼亚这件事 那么现在德国正在主导 北约 东翼和波罗的海方向的 大型的军演 那么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德国最近特地级 无论是演习行动 驻军行动 包括其他的这些军事活动 好像特频繁 东欧地区成了 它的一个活跃的位置和空间 两个考虑 首先是筑防火墙 有欧冲突的外议 如果从边界地区向内陆延伸 它为二线北约国家 会变得更加危险 波罗的海三国 如果由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 那么前沿地区战火 有可能也会让二线北约国家 感觉到这个火热 所以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兵力 预先向波罗的海 尔沙尼亚 包括立陶宛转移 自己就可以在前线国家支撑下 得到某种程度的保全 另外就实现军事自主 最近在北约框架下 德国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再加上芬兰 瑞典 入约 那么波罗的海会变成北约内海 如果德国把自己的能力 在波罗的海能够呈现出来 那么至少在这些国家 对德国态度方面会出现变化 如果德国真把自己当成第二个美国 碾压法国 英国的地位 那么自己在北约防务中 地位作用也会明显提升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也代表着欧洲国家 北约国家 军事自主化会向前迈出一步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军事内容 请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之声 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